不管附近貨車正在倒車 一旁機車騎士趁洗通過 不過最後離開時 左手卻比出中指 這個他到底是誰 原來是廖應凱 現任南區國光里里長 同時也是羅廷偉 競選團隊的副主任 而他比中指時 對面剛好站著陳雅惠 民進黨臺中市議員 也是江兆國競選團隊的議員 對此廖應凱則以文字回應 當時在騎車時 右前方有貨車正在倒退 我指示著貨車 並沒有看到左邊有陳雅惠在 貨車倒退準備讓我過時 我通過後 依照騎機車握著煞車的手勢 順勢舉起向貨車打招呼道謝 完全沒有看到陳雅惠在旁邊 我是有去警察局備案 他事後還解釋說 他是對其他的貨車比中指 原來那個中指國際的這個手勢 是這樣來跟他打招呼的嗎 江兆國也在臉書炮轟羅廷偉 一個院內政副主任 接連挑釁踢館 真的很沒品 羅廷偉議員 你要不要管一管你的團隊 你先是有一個涉嫌會選的主任 現在另外一位主任 又對我們的助選人員 來比中指 這樣子的行為 真的是很不應該 請你約束你的團隊 不要再這麼囂張下去 羅廷偉則表示 由當事人出面澄清 對此不回應 台中第六選區基站 從候選人駐降攻防 戰火煙燒分身 也相互槓上 三星網站 鄉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